一行人来到了京城的城楼下 京城 我到底又回来了 村谱 后面的韩氏听见声音 几乎是连滚带爬地从马车上下来 一家人见面 以为已经成为白骨的亲人死而复生 其中激动和欣喜可想而知 对了 咱们先去柳树胡同打听打听 狗盛 你媳妇在哪里你知道吗 知道 没想到你和云青先遇到了 果然是三生有缘 太好了太好了 这是老天保佑 我觉得是沈翠花 翠花就是云青啊 后来她自己改了个名字就是了 狗盛啊 你可不许再和云青闹脾气了 云青现在可好了 这么多年来 多亏了她 贺仲景在旁边 心绪复杂 但是总是高兴占了上风 仲景啊 出息了 呵呵 竟然都是秀才老爷了 嘿大哥 我也出息了 我听说 你还识字呢 嘿 被嫂子逼着学的 我不好好学 嫂子不给我饭吃 哼 要是我猜你还不好好学 我还得揍你 狗盛 你和云青 住在一处吗 没有 我们各住了一处院子 祖母 母亲 去我那里住吧 你不是借的房子吗 咱们当然得去自己房子呀 你也收拾收拾 赶紧把房子还给人家 省得欠人情 借的也不着急还 就去我那里 先去云青那里 剩下的事情 以后再说 使云青 见到了一家人来 激动字不用提 他张罗着要做饭 你快歇歇 先让人去酒楼 叫一桌洗面 以后还怕没有你累的 娘 其实不用我能做 你们说话 我去做就行 赚钱不容易 也得省着点话 娘 没事 我有钱 你赚钱多辛苦 三更半夜都不睡觉 要操心 沈云青脸红 她那是熬夜看画板子 伯婆却误会她 但惊结虑 赫长公从腰间 掏出一块碎银子 递给海棠 去门 狗事回来了 你们娘俩 快好好说会话 云青过来 让祖母看看 是不是又瘦了 我想给您做条母鹅 结果您都来了 我那母鹅 才做了一半呢 您说我笨不笨死了呀 走 带祖母四处走走 看看咱们的新房子 沈云青扶着闻士 往后院走去 她知道 闻士这是有话 想单独和她说 这些落叶 是我没让表舅嫂的 别和祖母扯东扯西 你和狗生 到底是怎么遇到的 相处的又如何呀 沈云青捡着两人 相遇之后的事情 说了一些 闻士听得饶有兴趣 这孩子就是孝顺 他能回来 祖母今日真是高兴的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我知道 当初你们两个 刚成亲几日 他就投军去了 祖母知道 他对得起家里 却对不起你 你怨他恨他 祖母都能体谅 祖母 听祖母说完 就算过去种种不提 狗生这孩子 至情至性 却一根筋 他 配不上你 祖母 您别这么说 祖母老了 感情的事情 又如人饮水 冷暖 自知 祖母老糊涂 不掺和 不管你将来什么打算 都不用顾及我和你婆婆那边 在我心里 你不是我孙媳妇 你是我亲孙女 祖母 祖母 那就让我 长久给您做孙女 赖在家里吧 狗生哥 他是很好的人 将来娶个嫂子进门 给您添几个 增孙增孙女 让您还一弄孙 一两天年 狗生啊 你很好 真的 狗生 狗不脸 那是响当当的老自豪 只是我 不爱吃包子 文氏心中 有些许的失落 果然如此 俺哥就是我亲曾孙 祖母 这件事情 还是和狗生哥 说一声吧 毕竟让人喜当爹 死了就算了 人家现在 还好好活着呢 先别说 你要知道 男人的嘴 其实最不牢靠 尤其三杯酒下肚 他 还好啊 我没见过他醉酒 等祖母再观察观察 文氏还是对这个 久别重逢的亲孙子 不放心 过去靠谱 不代表现在依旧靠谱 经过战场厮杀 生死洗礼 他能理解男人发生变化 安哥儿身世 事关重大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